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欢迎各位透过网上直播 参加消费者委员会选择月刊第549期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为我们主持发布会的有 消费会研究及试验小组副主席雷永昌医生 和总干事黄凤贤女士 发布会会首先以广东话进行 接着是一段英文的摘要 最后就到达文的环节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joining today's press conference for Choice Magazine issue number 548 Hosting today's press conference are Dr.Victor Lui-Wing-Chang Vice Chairman of the Research and Testing Committee of the Consumer Council and Ms.Gillie Wong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onsumer Council Today's press conference will first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followed by an English synopsis and then a Q&A session 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雷医生 雷医生 谢谢 早晨 大家好 欢迎各位传媒的朋友 今天早上在网上出席 消费者委员会旗艦刊物选择月刊 最新一期第549期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和消费会总干事黄凤恒女士 在今期的选择月刊 选择了四篇和大家识识相关的文章 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去片 小卫会测试了13种不同种类 一共50款食油样本的安全和营养成分 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食油样本 都验出污染纹绿柄二顺 即3MCPD 测试检出的3MCPD 有可能是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产生 有动物实验指 它有机会损害神功能 和红性的生殖系统 但是今次测试的检出量 并未超出欧盟标准 在正常食用份量下 应该不会构成健康风险 测试后发现 不少样本都验出基因子颜物 还养饼醇 真的要小心 测试中近六成的样本 检出还养饼醇 其中这款椰子油 和这款花生油样本 检出量都超出欧盟的标准 还养饼醇是基因子颜物 未能制定安全摄入限量 欧洲和联合国机构 都建议尽量避免摄入 冷下食油 标榜北京高温加工处理 一般不应该有高温精炼产生的污染物 不过这次竟然发现例外 究竟为什么呢 测试中两款声称冷压的 茶花纸油样本 同一款初榨橄榄油样本 都检出3M CPD和还养饼醇 怀疑样本经直接 或者间接的高温处理过 又或者受到非冷压油的污染 测试后发现 大约七成的样本验出素化剂 它是内分泌干扰物质 有动物实验发现 长期食用可能影响生殖系统的发展 还有发育 其中这款特级初榨橄榄油的 素化剂含量 更加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 和欧盟上限 食油检出素化剂 有机会在生产、运输 或者包装的时候受塑胶污染有关 市面上食用油的种类 真是花多眼乱 用的时候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呢 食油中的单元或者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都有助控制体内的好坏胆固醇的水平 测试中这几个组别比较高 供大家参考 提提你了 虽然不饱和脂肪酸有益健康 但它始终都是脂肪的一种 留意每刻脂肪可以提供高达9000卡的能量 长期过量食用会导致体重增加 而食油中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会提升坏胆固醇的水平 长期大量摄取 有机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反式脂肪酸 更加会降低好胆固醇的水平 对身体健康影响更加大 不过像椰子油那样 测试样本虽然不含反式脂肪酸 但它的饱和脂肪酸平均含量 就是种多组别中最高的 食椰子油是否健康 目前仍然极具争议 煮食的时候要留意食油的烟点 例如煎炸等高温煮食的时候 就要选择烟点较高的食油 以免破坏油的成分和营养价值 以及释放大量的油烟 留意了 不同食油 以至同一种类的食油 烟点都有高低的 以今次测试的结果为例 烟点最高和最低的样本 相差亦非常大 你想知道如何用食油才会健康一点? 立即看看小卫会有什么提示给大家 吃用食油的份量因人而异 应该根据能量需求、体重、活动水平 年龄和个人健康等不同因素作调整 例如一个每天摄入1800千卡能量 而活动水平属于轻度的成年女性 每天的烹调用油量最多是6茶匙 建议大家平日避免用高温烹调来煮食 以及用少一点食油 那就自然健康一点了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选择和如何用食油的小贴士 记得看第549期 选择二看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浆操茶 食油是厨房必备的烹调食材之一 不少下厨的人士甚至讲求以不同的食油烹调不同的料理 消费者在委员会测试50款食油 结果发现有47款食油样本 验出一种或以上有害的污染物 当中四成验出三种或以上的有害污染物 值得关注的是近六成样本 验出基因致癌物还养丙 当中两款样本的含量超出欧盟标准 另有两款样本验出基因致癌物 其中一款的验出量亦超出欧盟标准 其中一款的验出量亦超出欧盟标准 此外有一款样本的素化剂验出量 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和欧盟上限 准确而言 测试中只有三款样本完全没有验出污染物 情况虽不理想 但亦同时显示 在生产食油的过程中可以做到不含污染物 鉴于食油是每日烹调必备的食材 生产商有责任确保食油的品质和安全 以及避免含有有害的污染物 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此外测试食油样本对健康有益 及有害的不同的脂肪酸的比例各有差异 消费会建议消费者选用主要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另外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含量较低的食油 翻调时亦要注意不同食油的烟点 避免释出大量的油烟影响健康 此外测试亦发现有八款样本 验出的营养素含量和标识值的差距 超出规定容忍限20% 最严重的一款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标识值相差 超过85% 消费者会认为敦促生产商 重促纠正标签内容的误差 为消费者提供准确的资讯 消费会从超市和百货公司的食品部 搜集了50款常见的食油样本 涵盖13类别 包括14款特级初榨橄榄油 2款橄榄油 2款牛油果油 3款椰子油 2款菜花籽油 2款葵花籽油 2款米糠油 2款葡萄籽油 3款粟米油 6款芥花籽油 1款大豆油 6款花生油 及5款调和油 部份食油在生产过程中 需要经过高温加工处理 在脱臭的加工过程中 会产生 6丙2醇脂肪酸脂 即3M CPDE 及缩水金油脂肪酸脂 GE 研究显示 3M CPDE及GE 在长度水解之后 会释放出有毒的3M CPD 及基因致癌物 还养丙醇 动物实验证实 长期涉入过量的3M CPD 会损害肾脏功能 中枢神经系统 以及影响红性的伸殖系统 销委会曾在2017年测试 10种食油合共60款样本 当中分别有7成样本验出3M CPD 以及77%样本验出还养丙醇 今次的测试表现 与2017年的结果相比 虽略有改善 但仍有6成的样本 分别验出3M CPD 及还养丙醇 测试结果显示 样本之间的3M CPD 及还养丙醇的含量 差距极大 以每公斤计算 基因致癌物 还养丙醇最低 及最高的含量 可以相差19倍 其中一款椰子油 及一款花生油 分别验出1100微克 及2000微克 还养丙醇 超出欧盟标准 而有害的污染物 3M CPD的最低及最高含量 亦相差超过13倍 含量最高的一款 调和油 未有超出欧盟标准 在正常食用份量之下 应该不会构成健康的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初榨橄榄油及冷压油 是以机械方法压制成的 理论上 在生产过程中 不会使用高温 或其他化合物 不应含有3M CPD 及还养丙醇 欧盟法例亦指出 初榨橄榄油 不含缩水甘油脂肪酸脂 3M CPD 或者其脂肪酸脂 但今次测试发现 一款初榨橄榄油 和两款声称冷压生产的 菜花籽油 同时验出3M CPD 及还养丙醇 虽然验出量 没有超出欧盟水平 但产品有机会曾经高温处理 或受到非冷压油污染 当中可能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相关资料已转交海关跟进 测试亦发现 两款样本含有基因质含物 本病A比 其中一款粟米油 亦验出量轻微超出欧盟的标准 此外测试发现 若有七成的样本验出素化剂 这和2017年的百分比结果相弱 但在当年有五款样本 超出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和欧盟上限 但今次只有一款特级初榨橄榄油的样本超标 这种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总结 今次在污染物和污染物的测试来说 有以下的一个总结 在五十款食油的安全测试里面 你发觉有三十款 其实是有这个 验出有3mcpd 动物的实验是有机会损害肾脏功能 中枢神经系统 以及影响红性的生殖系统 不过今次测试的样本 未有超出欧盟的标准 正常食用份量之下 应该不构成健康的风险 不过另外在基因治癌物 我们也看到有27款 一款是验出环氧炳醇 以及两款验出本炳A比 本炳A比 其实是属于多环方香径的碳氢化合物 其实虽然只有两款或一款的样本 是超出欧盟的标准 但一般的食用 其实我们也建议消费者 因为它是属于基因治癌物 所以尽量避免是比较好的 另外就是有35款验出素化剂 这个可能在生产、储存、运输和包装时间 有素化剂污染有关 有一款的样本 其实超出了食安中心的行动水平和欧盟标准 长期过量食用素化剂 可能会影响食用动物的生殖系统的发育 大家消费者会留意 在不同食油类别的脂肪酸比例 其实我们也做了 和原点也做了测试 在烹调除了港球色香味俱全之外 还要注重健康 消费者在选用食油的时间 而全面考虑它的营养值 虽然试次测试13款样本的组别里面 部分只有1至3款样本 未能够全面代表市场其他 该组别类似的产品 但是食油组别的相关营养值 对消费者选用食油的时间 亦有参考的价值 食油方面有不同的脂肪 食油的主要成分是脂肪 脂肪的化学成分是 金油和脂肪酸组成的 而脂肪里面的脂肪酸 主要分为饱和脂肪酸 和不饱和脂肪酸 而不饱和脂肪酸 会增加体内坏胆固成的水平 增加心血管境的风险 另外就是不饱和脂肪酸 其实反式脂肪酸 虽然也是不饱和脂肪酸 但因为它的化学结构 和对人体的影响也不同 所以都是另外分类出来的 反式脂肪酸 大家也听过 其实都会增加体内坏胆固成的水平 和增加心血管的风险 所以大家选择食油的时候 相对应该选择较低 世卫也是这样建议 就是较低的饱和脂肪酸 和反式脂肪酸的食油就比较好 相对来说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或者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比较有效地控制胆固醇 但大家要谈记 始终食油本身来说 都是脂肪含量 所以食用多少的时候 都会根据个人的因素 包括可能你的能量需要 身体的需要 生活活动的水平 以及本身有没有 一些心血管的高危因素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毛病 而调节适应的分量 否则过多食油 无论是哪一种脂肪酸 其实都有机会增加你的体重 影响身体 食油对面的单元 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有助控制体内的 好坏胆固醇的水平 而100克的计算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最高的样本 是属于一款花生油 而最低的是一款椰子油 两者相差大约74倍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最高的是一款葡萄籽油 而最低的是一款椰子油 相差达106倍 消费者会提醒 虽然不饱和脂肪酸 对身体有益 但它属于脂肪 长期过量涉入 可能会令体重增加 椰子油的脂肪酸含量 以及营养值 一直都具增益性 试次测试 就显示椰子油 不论在单元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都是各组别中间最低的 尽管不含有反式脂肪酸 它的饱和脂肪酸平均含量 是众多组别中最高的 去到86.8克 饱和脂肪酸含量方面 以平均每100克计算 紧除椰子油的分别是 调和油和米糠油 而含量最低的组别 是芥花脂油和葵花脂油 而各样本中间 含量最高和最低的相差 是约13倍 消费者委员会提醒 应减少涉入含饱和脂肪酸 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避免令身体的坏蛋固醇水平增加 其中反式脂肪酸 更会降低好蛋固醇水平 对身体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大 测试内除了椰子油之外 特级初榨橄榄油的组别 平均反式脂肪酸含量是接近0 以每100克计算 14款样本中间 只有一款欠出微量反式脂肪酸 而橄榄油、牛油果油和芥花脂油的组别 平均含量亦较低 反之平均含量较高的分别是 大豆油样本、葡萄籽油、粟米油组别 全部样本中是反式脂肪酸含量最高的样本 分别是一款的粟米油和一款的大豆油 在高温煎炸食物的时间 消费者应该选择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较多的食物 因为它在高温的情况下价格稳定 但若选低烟点的食油进行高温烫调 便会释出大量的油烟 长期吸入会影响健康 今次测试内 有26款不同类别的食油烟点 都等于或高于200度 较适合高温油炸或控焗 但低于180度亦有7款 适合较低温的烟调方法 例如製造沙律 消费者委员会建议 无论选用任何种类的食油 都应该以减少 以高温多油的方法 烟调以保障健康 今次我们也看了50款食油的烟点 即是去到那个温度的时候 油就会变成烟 其实最高的样本 本身是一种芥花纸油 达到239度 但如果以组别来说 最高的烟点最高的食油组别 就是大豆油 第二就是粟米油 其次就是菜花籽油 以及芥花籽油 而7 你会看到 适合高温的烟调 但我们也建议 尽量减少高温 和多油的烟调方法 而如果比较低温的烟点 平均最低的烟点的食油组别 就是牛油果油 其次就是椰子油 如果大家用低烟点的烟调 去做高温烟调的时候 便会出了大量的烟烟 长期吸入会影响身体健康 大家要留意这个 测试里面 亦有八款食油样本 所标示的营养值含量 和测试结果的差距 不符规定的情况令人关注 当中分别有一款样本的 飽和脂肪酸含量 和一款样本的 单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以及四款样本的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和标示值差距超过两成以上 超过了食安中心 营养标签及营养声称技术指引的 规管容忍限 差距最严重的一款 葵花籽油的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是其标示 每100克含量62.6克 但测试结果只有9克 相差是85.7% 测试结果亦显示 两款样本的反式脂肪酸 不符合标签标示为0的指示 另有一款样本的 营养标签标示反式脂肪酸含量 以及一款由 由菜花籽油和花生油混合而成的调和油 菜籽油排在成份表的第一位 但产品名称上却是指显示花生油 消费者有机会因为产品名称而购买了和其成份 比重不符的产品 消费会已将有关测试的结果 转交食安中心跟进 消费会敦出热界 标明调和油内不同食油 或脂肪酸的分量和比重 让消费者能够掌握更多有用的产品资讯 消费者委员会提醒消费者选用食油时 除了留意包装上的资料之外 亦要减少营养值较高的产品 亦同时可以适时转换食油的种类 以吸收均衡的营养 另外可以使用不黏的锅 减少食用油的份量 尽量减少高温烹调的时间 减少油烟的产生 第二篇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是有关护肤品网站 疫情之下不少消费者 转移网上购物购买护肤品 各大品牌亦致力发展 官方网站已开拓销售渠道 部分综合购物网亦加强出销活动 和丰富一站式的购物体验 两者亦受消费者的欢迎 但消费者委员会 不同护肤品品牌的官方网站 和综合性护肤品购物网站 所列的产品资料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网站 列载的资料透明度严重不足 消费者委员会检视58个网站 发现超过一半网站 没有列明各调查样本的成份列表 个别官方网站出现 列载的产品成份资料不准确的情况 估计是由于网站资料未及时更新 在调查网站中 只有一个综合购物网 就有个别产品店名有效期 此外部分网站 亦未有提供产品的适用膚质 使用方法等重要资讯 情况并不理想 取得准确的产品资讯 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而面部护肤品不少 消费者每日使用贴身个人用品 一旦错误选购和使用 有机会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 鉴于经网站 购买产品有别于实体店铺的选购 消费者未能亲身试用 检视包装所在的资料 以及向店员查询 加上不少名牌护肤品 定价超过1000元 价钱昂贵 消费者理应 在获得足够产品资讯之下 才决定是否购买 故此网站更需要 为产品提供详细的资讯 消费会在今年5月至6月期间 分别检视了46个 护肤品品牌的本地官方网站 12个本地及海外的综合性护肤购物网 涵区超过近240款 面部护肤品套装 当中不乏不同品牌的 王牌热卖产品 种类包括消费者经常使用的 爽肤水、洁面雨、精华、便箱 眼部护肤、面膜等 售价是由$78至$6000不等 市次测试超过一半的网店 没有提供所有 调查样本的详细成份列表 有网店只说明 产品是重要或有效成份 但只列出不含某些成份 列出的资料是有欠详尽的 但在调查中间亦有10种品牌官方网站 提供各调查样本的成份列表 成份资料清晰和长进 做法值得其他品牌效法 知识这个产品的适用肤质是消费者 选购面部护肤品时基本和重要的产品资讯 尤其是油性和敏感的皮肤 需要多加留意产品是否适合相关的肤质使用 以免使用产品后令问题恶化 甚至衍生其他皮肤问题 但在调查结果就显示 官方网站中间超过两成的 完全没有说明各样本 调查样本的适用肤质 而这个综合购物网内 只有一个网站 有逐一说明各调查样本的适用肤质 调查者也发现 即使品牌的官方网店 有列出产品的成份列表 亦出现不差的情况 例如调查发现一款样本的品牌的官方网店 以及一个综合购物网所在的成份列表 与产品包装上所列的不同 估计相关产品的配方已更新 但其未更新的成份资料 仍在网站上再列 在消费者委员会以往接获的消费投诉中 不少争议和产品的补收期过短 甚至已经过期有关 所以消费者在选购产品的时间 产品的生产日期有效期限 补收期期和开封后使用期 都是重要和基本的考虑因素 但在50個調查的網店中 僅有一個綜合購物網站 有列出個別產品的有效期 其餘的網站都沒有提供相關資料 另外有一個綜合購物網指 由於部分貨品有不同的版本 或者新舊包裝 故此會隨機發貨 消費者委員會提醒消費者 在選購前應該考慮自身需要 和會否囤積大量存貨 以及是否接受有機會購買的 賭舊版本、舊包裝和沒有包裝的產品 以防未能在有效期內 用源產生浪費 此外產品的使用方法、步驟 使用頻密程度 以及是否配合其他護膚產品 使用等注意的事項 都可以確保消費者 可以安全使用產品的重要資訊 但部分網店 還未有提供這些重要資料 例如調查中 有樣本的包裝 是有曬傷警示的 說明產品含這個 這個Alpha警機酸 或者會增加用家曬傷的機會 故建議使用產品的時間 以及之後有關時間 需要使用防曬的產品 並減少曬曬 但是它的相關官方網站 以及三間有供應產品的綜合網站 沒有在網頁中提醒有關的警示 另一款換膚套裝的官方網站 以及部分的綜合購物網 沒有詳細說明相關產品的使用程序 以及用法 綜合上述的例子 消費會促請相關網店 在網站上 以及產品包裝上 詳細列出產品的使用方法 以及注意事項 確保消費者能夠正確 以及安全地使用 我們將今次的透明度 亦做了一個總結 我們看了46個品牌的官方網站 以及有12個綜合購物網 你發覺在產品成份列表上 分別有26個和6個 都有50%或以上的網站 完全沒有說明產品成份列表 另外護膚品 對於油性皮膚 或比較敏感皮膚問題的人士來說 其實都需要知道 它適用的膚質是怎樣 避免將來衍生其他皮膚的問題 或者令到現有的皮膚問題惡化 但是發覺 其實分別有10個網站 以及5個網站 完全沒有說明 適用的產品 適用膚質 另外 在產品有效期來說 甚至只有一個綜合購物網站 提及其中一個調查的樣本 有效期 情況不理想 產品的價格和運費不同 而貨比三家 試次調查也綜合了 其實在品牌官方網站和綜合購物網 特定樣本的售價進行比較 發現當中兩個綜合購物網 儘管有部分產品的售價 較官方網站低廉 但亦有4至5款調查的樣本 例如數款精華產品 所列的售價 較官方網站為高 差距最高的是一款 在綜合購物網標示 520元的量彩精華 而相關品牌官方網站的標價 只是430元 價錢相差接近21% 消費者一般認為 綜合購物網的標價 較官方網站的便宜 概念不一定正確 所以在綜合購物網站 購物的時間 除了留意口碑之外 亦需要貨給三家 在不同的網站格價 亦要留意是否需要繳付運費 以及相關的費用 在46個官方網站裏面 超過半數的官方網站 需要消費達500元 才會提供免運費送貨上門的服務 另有五個官方網站 要求免運費最低的消費金額 較高 是由600元至1500元不等 否則要收取30元至100元的運費 綜合購物網方面 除了一個本地網店 不設免運費最低消費金額之外 只要向會員提供送貨服務之外 其餘7個本地網店 免運費最低消費金額 是由100元至350元不等 而海外網店的單次運費 是由240元至250元不等 雖然不少網店 以免運費作招待 消費者亦需要多加留意 當中的條款和限制 部份消費者有機會 在使用產品之後 出現皮膚不良的反應 為不少網站的退貨條款 對條件在產品上 需要未打開或使用 在網店欠缺詳盡產品的成份 及適用膚質說明的情況下 有一個不能退貨或換貨 會容易產生爭拗 6個官方網站要求消費者 在收貨後發現錯漏 需要在收貨後 48小時或3天提出退貨申請 否則超時將不獲受理 另外有部份的綜合購物網 說明美容產品及化妝品 不切退款及退款或退貨 需要消費者承擔運費 另外消費者會提醒 網店的退貨、退款政策 各有差異 部分條款較嚴苛 所以消費者需要 細月相關的條款 才決定是否在該店進行購物 而各網店亦應該檢討 各所列的產品資料 以及推換產品及 退款的相關條款及 期限的合理性 以加強消費者對網購 提供護膚品的信心 第三篇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關於外賣平台 疫情之下由於社交距離的措施 及堂食的限制 令消費者減少外出用線 外賣平台的服務需求自然大增 但消費者委員會發現 近年涉及外賣平台的投訴持續上升 今年首六個月 消費者委員會共接獲522宗相關投訴 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三成 消費者委員會發現 除了送錯外賣 送餐延誤等老問題 仍然時有發生之外 近年平台因為 紛紛推出月費計劃及會籍制度 也引來新的爭議 情況令人關注 例如有平台推出 有各種折扣優惠的月費計劃 為打折後 外賣自取的價格 反而較堂食價更高 另外有消費者 在會籍營申優惠期後 刪除聲稱可免費試用的落單應用程式 但他的信用卡帳戶 期後仍然繼續被徵收月費 消費者委員會強調 外賣平台推出各種優惠及會籍制度 搶佔市場圓無可厚非 但其銷售方法或全誤導 甚至令消費者有所受騙的感覺 最終不但與消費者產生爭拗 更可能損害平台相遇 實在得不償失 消費會當初外賣平台提升價格的透明度 及清理列明各種收費及相關條款 讓消費者作出知情的選擇 及提升對服務的信心 另一方面消費者亦不只著重眼前平台提供的各種優惠 充充登記帳戶及購買服務 反而應該詳細比較平台的收費定價 及與同食之間的差異 優惠條款的限制 及有沒有隱藏收費等魔鬼細節 以保障自身的消費權益 個案一是關於外賣自取後 比餐廳原價更貴 投訴人是A公司外賣平台的登記客戶 他繳付會員月費已享用更多優惠 投訴人透過平台 在餐廳以外賣自取的形式購買雲吞麵 平台顯示售價有七五折優惠 折割後是30元 投訴人到了餐廳領餐時 發覺一堂食的雲吞麵只是30元 深感被平台標榜的折扣優惠五度 投訴人其後透過同一個平台 同樣以外賣自取的方式 向另一個餐廳購買乾鏟為可 平台顯示享有折扣優惠 亦減至59.2元 但投訴人在餐廳取餐時 亦發現原價只是56元 比平台的折扣價還要便宜 投訴人認為A公司的銷售手法 有標高原價再以折扣價優惠欺騙消費者之嫌 於是向消委會投訴 消委會自行A公司 表達關注平台和食市標價的差異 A公司回覆時 表示有鼓勵餐廳定價和堂食的價格相同 但決定權在於餐廳 故此兩者的價格可能有所不同 已登出相關的部門和市市的餐廳改善 和增加堂食和外賣定價的透明度 第二個個案 投訴人在B公司外賣平台的 應用程式登記成為帳戶 以享用平台的送餐服務 但試用了兩天後 感覺到不適合用 於是刪除了程式 在投訴人表示 從未收到B公司任何電郵和短訊的通知 相關會員收費後 直至檢查信用卡月結單 才發現平台一直向他收取會員月費 屆時八個月 合共大約800元 投訴人於是向B公司投訴 並以要求退回有關的費用 為了獲得回覆指 他的訂閱月服務時間 已經同意接受公司的條款和細則 而且服務已經登記多月 故此未能安排退款 投訴人認為 B公司的做法不恰當 將收取月費的要求 隱藏在條款裏面 同時不作提示 也不明顯徵求同意 消費者稍有不慎 便會一直被收取費用 於是便向消委會投訴 經過消委會調停後 B公司最終表示 可安排退回一個月的月費 而投訴人亦同意這個安排 消費者委員會提醒 外賣平台雖然方便 消費者使用的時間 要保持理性 不宜成為每天的習慣 使用的時間要多作比較 參加月費計劃時 更加應該仔細 閱讀收費的細節 以及相關的條款 第四篇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有關照顧食 香港晚年一般的概念 就是要住得好 穿得暖 以及吃得飽 有些長者 是因為中風、頭頸癌、柏金順症 甚至是認知障礙症等等的疾病 令到他有吞煙的障礙 進食的時間容易落錯格 長者或者會因避免緊煙 而影響食物種類的選擇 以及減少進食的份量和次數 引致體重減輕、脫水、營養不良等問題 影響健康 為了照顧吞煙障礙患者的善食需要 令患者重實食欲 照顧者可以購買預先包裝 或者以凝固粉 或者其他輔助食品 自行烹調適合患者的特別善食 統稱為照顧食 照顧食 照顧說稱遠餐的虎藏食物 但消費者委員會發現 部分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照顧食 並沒有統一使用 國際吞煙障礙飲食標準化 創辦機構 一時的八級製飲食框架 標示分類 部分只標示產地所用的等級 或者按食物的形態 大致分為碎餐或糊餐 消費者亦較難分辨是否適合患者食用 建議生產商盡快改善 另外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 選購凝固粉的時間 不要單純以價錢作為考慮因素 應該諮詢言語治療師的意見 再選擇凝固粉的種類 以製作適合患者的照顧食 隨著人口老化 本港出現不少不同程度 吞煙障礙的人數持續上升 患者若進食不合適的食物 會增加食物和飲品 進入呼吸度的風險 引致緊煙和造成吸入性肺炎 嚴重的可以引致呼吸衰竭和死亡 以往照顧食的濃度 一直欠缺或一的標準 只會簡單分為碎餐、糊餐 以及微調、小調、不同潔度的食品 國際吞煙障礙食品標準化創辦組織 在2017年出版一套 全球通用的八級飲食框架 對食物質地和液態的結結作為定義 令到最稀薄的 就像水一樣 而日常食物的原狀是七級 總共是八級 照顧者可以根據ISSI的簡單測試方法 分辨出食品和飲品的等級 判斷是否適合患者進食 醫院管理局言語治療部 已在2021年第三季 採用ISSI的飲食框架分類方法 以及教導照顧者 根據指引協助患者 進食適當質感的食物 以改善健康的情況 但近年因應需求 市場出現了 林林種種種 種類繁多的照顧食 例如即食的甜品 以及預先針跳的飲品 亦有預先包裝 進食前只需加熱的珍酬主菜 有機構亦提供訂餐和到會服務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但消委會關注 這些預先包裝的照顧食 並未統一使用ISSI國際標準 部分外國進口品牌 亦指顯示 產地所用的照顧食等級 例如日本進口食品 會以日本介護食品協會四級制的 Universal Designed Food標準 UDF的標示 未必可以跟ISSI的國際標準 直接對應 選購預先包裝的照顧食之前 最好先諮詢 言語治療師的專業意見 以及腸細血 以及比較營養標籤和成分 因為確保患者能夠 充足營養 比食物的外觀更為重要 照顧者亦都可以自己攀調 適合患者的照顧食 經過評估之後 如果患者適合ISSI第一級至第四級 即是虎狀、不可嘴咀 或者更稀薄可絕任的照顧食 言語治療師一般會建議 與飲品或者流質的食物 再加入凝固粉 增加它的黏稠度 本港的潔度 本港常見的凝固粉 主要是分為改善澱粉類和多糖類 改善澱粉類的口感是比較粗造的 亦有芡粉味 每100克的售價是由$30至$32.9 多糖類的凝固粉是無色無味 凝固的效果是更加穩定的 長時間放置在 亦都可以保持它的黏稠度 每100克售價是$48至$90 價錢較改善澱粉類為高 消費者會提醒 多糖類的凝固粉 每次用份量較少 每包可製作的食用次數 一般比改善澱粉類為多 如果以製作一杯200克毫升的第二級飲品 作比較 使用多糖凝固粉的平均每杯的價錢 是$2至$1.9 較使用改善澱粉質凝固粉的$2.8至$3 是相宜的 除了價錢及用量之外 消費者亦都要留意 改善澱粉質的碳熟淡水發合物 如果糖尿病的患者同一時間 飲用大量以加入這類凝固粉的飲品 或者會令血糖的水平不穩定 建議應該分開次數飲用 雖然市面上不同凝固粉的建議 不少凝固粉的用法 都已經統一使用X的標準 但不同類別及溫度的產品 在混合不同品牌的營固粉的時間 或者有差異 因此在首次製作食品的時間 最好先進行X的測試 來斷定食品及是否符合相關的要求 我們稍後會做一個測試給大家看 而製作糊狀細碎濕軟的第四至五級的照護食 除了要把食物打成糊狀 再按實際情況進行加入適當營固粉之外 照顧者亦都可以使用素形粉 或者軟餐烤素 令到糊狀的食品果凍化 製作賣相對較吸引的軟餐 至於製作第六至七級的照護食 即是軟質較一般食物較容易咀嚼的日常食品 可在醃製或攀條前以軟化粉 進行軟化硬質的食材 這樣的情況 消費者會容易強調 無論攀條哪一種級別的照護食 都應該按照相關的類別 適時的測試方法 利用針筒、餐叉或湯匙 去確認它的結度 確保患者的飲食安全 製作任何的質感或結度的產品 其實需要注意均衡飲食 進食的份量和食物的多元化 消費者會否提醒 日常需要留意自己和家人 在進食時間 有沒有經常咳嗽、僵煙 或者吞煙的時間 用很多次數 才可以躺下食物 或者抗拒某一類的食物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情況 其實可能已經出現了吞煙的障礙 每次患者所需要的照護食都不同 亦隨著病情的起伏有所變化 所以應該先由言語治療師評估 安排適合治療方案和特別的善食 營養師亦會建議可按患者的需要和進食速度 以小食多餐為目標 將全日的善食分成數次的小餐 避免患者在進食時感動壓力 以及有助保持身身健康 我們同事做了一個五步谷給大家看 首先大家要留意 有可能有吞煙障礙的患者是否會怎樣 其實都有幾個可能性 包括他經常進食的時間 可能會咳嗽 或者有吞煙的障礙 吞煙的困難 或者可以近親 或者吞很多次都未必能吞下去 另外 例如認知障礙症 或者說不出自己問題的患者 可能他會選擇拒絕某些食物 如果他經常拒絕某些食物 那就要留意會否有吞煙障礙 如果你懷疑他有吞煙障礙 當然要找專業人士 找醫生去看看 其實會否有甚麼問題發生 另外 他的吞煙評估可以交由言語治療師 看看他的吞煙能力去到哪裏 他會選擇一個適當級數的食物 如果大家用這個Ipsi的八級制飲食的框架 其實都可以按照顧者 去用這個Ipsi的時間 其實都可以自己做一個測試 看看他做出來的食物 是否達到那個級別 我們稍後會做一個示範 記住留意病情都會有轉變 便會和言語治療師或營養師 便會繼續跟進病情 其實Ipsi的框架 就是2017年出版 其實分開八級 零級是一般的 像水一樣的飲品 是很稀薄的 慢慢上升便會越來越稠 或者是去到第三、四級 開始是一些流質或糊狀的食物 接著就是 平時的食物 我們吃的就是七級 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它有不同的顏色 可以給大家用的時間 可以對回它的消費品 去看它的顏色 你需要那個級別 可以跟回它的指示去做測試 除了分開八級之外 亦可以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測試 去給照顧者看 準備出來的食物是否那個級數 我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好嗎 好 今天想和大家示範的 就是 這裡有200克的果汁 想試一個 ISIS第三級的飲品 消費者當然要注意 譬如這個凝固粉 其實每一個產品 它自己的指示 即是怎樣去構成一個凝固的級數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回 你手上買了的凝固粉去做 根據指示 根據這個指示 如果我要三級的話 根據這個產品 我需要有四個平均去做 我用四個平均去做 首先要放進這個 這個就是凝固粉 這些就是凝固粉 好 先放進去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希望凝固的果汁 這裡是用200mL 根據指示 每一個都會有些不同 你要看自己用的凝固粉 其實我們在這裡攪拌 要攪拌均勻 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我同事已經準備了一些 攪拌均勻 這樣就可以 清楚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我們攪拌均勻之後 留一些產品要求它靜置一些時間 大家要留意這個產品 這裡是200mL 我們怎樣看它是否去到第三級的話 我們首先就是把 這個測試 很多時候都是用叉 液態凝固的時間 我們通常用一個針筒 一個標準的10mL針筒 這是一個標準的10mL針筒 我們首先 手指尾頂住 然後在中間取出10mL出來 然後就放下去 然後我們要麻煩Gilly 因為要計算時間 所以試耳態準備好了 我們要計算法 我們要計算 我們慢慢 在10秒之內 滴下去之後 剩下的份量是多少 這樣就會測試到 究竟是否第三級 這時第三級的飲品 準備我們可以了 開始 好 時間到了 就馬上封住 很簡單 現在大家可以用鏡頭看看 對 現在是9.8mL 8-10mL 就屬於Ipsi第三級 即是我們現在 加了凝固粉的果汁 就是Ipsi第三級 如果適合第三級的患者 就可以用這個飲品 我們分享到此 好 大家今天的示範 就已經看完了 如何去做一個照護食 其實在今期的選擇月刊裡 除了我們有剛才這個題目 去照顧我們長者的飲食問題之外 我們還有照顧小朋友 如何選擇這個太陽眼鏡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在烈日當空的時候 如果很曬 也要照顧小朋友的眼睛 不要受傷的話 那如何去選擇太陽眼鏡呢 其實我們這次也是一篇文章 去講解這件事 不如大家去片去看看 比起大人 小朋友的眼睛 晶晶狀態較為透明 更容易吸收紫外線 不好好保護雙眼 就會增加長大後患白內障 或者黃斑病變的風險 還有 別以為戴了深色鏡片的眼鏡 就可以保護雙眼 它如果沒有隔類紫外線的能力 瞳孔就會因光線減弱而擴大 反而令更多紫外線進入眼睛 造成傷害 包覆色眼鏡框的太陽眼鏡最好 可以完全覆蓋眼睛和周邊的皮膚 標籤上有標注100%紫外線保護 UV400等 代表鏡片可以遮擋所有紫外線 全色鏡片每個位置都有相同的透光度 其中灰色的太陽眼鏡 最能夠保留視像原色 有些人會選擇由上而下 逐漸變淺的漸變色鏡片 但它未必適用於遮擋 從沙灘或雪地上反射的光線 至於這類金屬杜膜鏡片 非常適合在猛烈陽光之下配戴 例如踩單車、玩水上活動或滑雪 但就要留意鏡片有沒有刮花或磨損 以免影響護眼的效果 如果發現鏡片上有較多或明顯的刮痕 就不要用了 當太陽眼鏡用了一段時間後 可以請專業的視光師檢查 防止外線的功能有沒有失效 平日米用熱水或酒精抹眼鏡 以免破壞鏡片上隔類紫外線的塗層 可以用清水或稀色的溫和鹼液 又或是酒精濃度較低的眼鏡 專用潔淨紙去清潔 想知道更多兒童太陽眼鏡的小貼紙 記得看第549期選擇月刊 油是一種食材的食材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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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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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not detected with any contaminant. Despite this being unsatisfactory, it show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ensure that the cooking oil is free from contaminant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As cooking oil is an indispensable ingredient in everyday cooking, manufacturers should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eir quality and safety and prevent any harmful contaminant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of consumers. Besides, the healthy and harmful fatty acid ratio vary among the samples. The Council recommends consumers to select cooking oils that mainly contain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those with low trans fatty acid and low saturated fatty acid contents. When cooking, be mindful of the smoke points of different cooking oils to prevent emiss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cooking films which would lead to health risks. Besides, the test also revealed that examples have a variance between their actual and declared nutrient content that exceeded the stipulated tolerance limit. The most severe case was the poorly unsaturated fatty acid content for one sample, which has a variance of 85% with the label value. The Council urges manufacturers to only ratify discrepancies on the product labeling and provide consumers with accurate information. The Council sourced 50 samples of common variety of cooking oils from the supermarket and department store covering 13 categories. Some types of cooking oils lead to undergo high temperature refinement during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3M-CPD esters and glycidiol esters were formed during the deauthorization proces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upon hydrolysation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3M-CPD-E and GE would release the toxic 3M-CPD and genotoxic carcinogen glycidiol respectively.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3M-CPD over a prolonged period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Achilles functi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of laboratory animals. In the Council's previous test on 60 samples of coping oil covering 10 categories in 2017, 70% were detected with VM-CPD while 77% were found with glycidiol. Althoug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urrent test shows slightly improvement as compared with the 2016 test results, there were still approximately 60% samples detected with 3M-CPD and glycidiol respectively. The test found a significant variance in both 3M-CPD and glycidiol content among the samples.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of the genotoxic carcinogen glycidiol, the sample with the lowest and the highest could vary by as much as 19 times. The content of the harmful contaminants, VM-CPD also varied by more than 13 times between samples with the lowest and the highest levels. It has been looked at that extra virgin olive oil and co-press oils are extracted through a mechanical process.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oretically would not involve high temperatures or other chemicals. And thus, such oils should not contain VM-CPD or glycidiol. EU legislation also stated that extra virgin olive oil do not contain GE, VM-CPD and their esters. However, the test found that both VM-CPD and glycidiol in one sample of extra virgin olive oil and two samples of chamelea oil, which claimed to be co-pressed, despite the level not exceeding the EU standard, it was suspected that the samples may be treated with high temperature or have been contaminated with non-co-pressed oils. As they were possibly in violation of the trade description ordinanc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had been passed to a customer and excise department for follow-up. Besides, two samples were detected with the genotoxic carcinogen, benzoyl-A-pyrin, of which the concentration in one sample of corn oil slightly exceeded the EU standard. The test also found the plastic sizes in around 70% of the sample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centage of the 2017 test result. Aside from the taste, aroma, and aesthetic of the dishes, consumers should also be bind for the health aspect and cooking. When selecting cooking oil,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their nutritional value. Of the 13th cooking oil category in the current test, some only cover one to three samples, which could not exhaustively represent all other products of the same category on the market. However, the relevant nutritional values of each category could still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onsumers when selecting cooking oils. The monounsaturated fatty acids and PUFAS in the cooking oils could lower the levels of bad cholesterol and help controlling the level of good and bad cholesterol in the body. Based on the content per 1,100g in the test, the three categories with the highest MUFA content were camellia oil, olive oil, and extra virgin olive oil, while the highest FHPUFA content were found in two categories, grapheic oil and corn oil, and the samples of soybean oil. Based on the content per 100g, a 74-time varia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samples with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MUFA content. The fatty acid content, nutrient content, and nutrient content of coconut oil had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conut oil was the lowest in both the MUFA and PUFA content amongst all categor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amples did not contain TFAs, their SFA content were also the highest of all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 average SFA content, plant oil, rice plant oil went second and third highest after coconut oil. The categories with the lowest average SFA content were canola oil and sunflower oil. The samples with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SFA content show an approximately 30 times difference. The cancer would remind consumers to reduce the intake containing SFAs and TFAs in order to prevent increasing the bad cholesterol levels in the body. TFAs could even lower the levels of good cholesterol, resulting in even greater health risk than SFAs. Apart from the coconut oil, the extra virgin olive oil category in the test was found with an average TFA content of almost zero, with the only one out of 14 samples detected with the trace TFA. Similarly, the olive avocado oil and canola oil categories also had relatively low TFA content.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ith a higher average TFA content were the soybean oil samples and the grapheed oil and the corn oil categories. The samples with the highest TFA content of all were one corn oil and one soybean oil. When deep frying food with high temperature, consumers should select cooking oils with a higher MUFA content, as they are more stable under high temperatures. Besides, cooking oils with a lower smoke point would emit a large amount of cooking films during high heat cooking, which could lead to health risks if inhaled over a prolonged period. In the test, 26 samples of cooking oil from different categories had a smoke point at or higher than 200 degrees, meaning that they are more suitable for high temperature frying, grilling or baking. Seven samples have a smoke point of lower than 180 degrees Celsius, which would be more suitable for low temperature cooking, such as make-believe salads. The council recommends consumers to reduce using high temperature cooking methods tha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oil,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oil used, so as to safeguard one's health. A point of concern was the examples of cooking oil in the test were found with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ir declared and actual Liuxian content that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Of this sample, the SFA content for one sample, NUFA content for one sample, and PUFA content for four samples had discrepancy of over 20% compared with the label value, exceeding the tolerance limits set out in the CFS Center for Food Safety, or technical guidance notes in nutrition labelling and nutritional claims. The test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a TFA content of two samples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benchmark to be claimed as zero on the labelling, while one other sample did not indicate the TFA content on the nutrition labelling. The council urged the industry to clearly label the various types of cooking oils in the brand oils, or the content, or ratio, or fatty acids, to provide consumers with more practical product information. When selecting cooking oil, aside from paying for information on the packaging and selecting products with a higher nutritional value, consumers are also reminded to switch the cooking oil types regularly to ensure balanced nutrient intake. The second article is about the online beauty store. During the pandemic, many consumers have switched to purchasing skincare products online instead. Many brands have also invested in developing their official online store to expand their sales channels, whereas some online platforms have also stepped up their promotional campaigns and enriched their one-stop shopping experience, making both of them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consumer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nsumer Council survey on the product information listed on the various skincare brand official store and online beauty platforms. It was found that over half of the online stores were severely untransparent in their product of crucial product information. The Council surveyed 58 online stores and found that over half of the survey online stores did not display the ingredient list of the survey model. A brand official e-store was found with the inaccurate ingredient information for one of their products, suspected to be due to the website information, not being duly updated. Only once online platform listed the expiry date for a particular survey product. Besides, some of the online stores did not provide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such as suitable skin types, user instructions, etc. It was a fundamental consumer right to receive correct information of the products. As facial skin care products are closely applied to the face and the face every day. If the products are wrongly purchased and used, it would lead to allergies or other adverse skin reactions. Purchasing a product from the online store is different from shopping at a physical store. Consumers cannot try the product in person, inspect the labelling information on the packaging, and inquire with beauty assistance. In addition, some luxury brand products cost more than $1,000, which is rather hectic, and also consumer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receive suspicious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making informed purchasing decisions. Therefore, it is even more crucial for online beauty stores to provide detailed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In the period of May to June this year, the consumer surveyed the local official e-store of 46 skin brands and 12 local and overseas online beauty platforms covering close to 240 models of facial skin care products set, with some being the best-selling products of the various brands. While the product types included commonly used skin care items, namely toner, facial cleaner serums, face creams, eye care products, and masks, price from $78 to $6,000. In the survey, over half the online store did not provide the product ingredient list for all the survey models. Some e-store only stated the key or active ingredient of the product, or only named certain ingredients that the formulations did not contain. Yet, the provided ingredient information was incomprehensive. The suitable skin type of our product is an essential and crucial piece of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when selecting facial skin products, especially for those individuals with oily and sensitive skin types. However, it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for the suitability to prevent aggravating their own skin problems or leading to other issues after use. However, the survey showed that over 20% of the brand official e-store completely omitted the listing of suitable skin types for survey models, while only one online platform provided suitable skin types for each model. Among the campaign cases received by counsel in the past, many disputes were related to the overly short shelf life of the products, and even the products had expired. Therefore, when purchasing skin care products, the manufacturing expires with day shelf life and period after opening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for consideration by consumers. However, among the 58 surveys of online stores, only one online platform had leased the expiry date of a particular product, while the remaining online stores did not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The counsel reminded consumers to consider their personal needs before purchase, whether they stopped buying products, as well as whether they would accept an older addition of the product, or a product in an older packaging, even without outer packaging. So as to avoid wastage due to not being able to use up the product before the expiry date. Besides, some online stores failed to provide critic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user instruction steps and frequency of use precautions when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skin products. For example, a survey product has a sunburn alert shown on its packaging, and has stated that the product contains alpha-hydroxyl acid as an etic ingredient, which could increase the risk of sunburn. It wa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hat sunscreen products should be used with the products, and also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fter use, while the user should also avoid exposure to sunlight. However, such safety alert was not provided on the product's official e-store, as well as three online platforms which supply the product. The survey also compared the price of specific models on online platforms and explained official e-store. For two online platforms, despite some of their products being priced lower than the relevant products official e-store, the least price for four to five survey models such as several serum products were higher than the official e-store, with the highest discrepancy being a model of brightening serum which was priced $520 on an online platform, but has a price tag of $430 on its official e-store, a difference of almost 21%. Among the 46 official e-store, over half require a minimum spend of $500 to enjoy free delivery service. Another five official e-store had a higher minimum spending requirement for free delivery, ranging from $600 to $1,500. Otherwise, a delivery of a fee of $320 to $100 would be charged. Although many online stores advertise free delivery, consumers should still pay heed to the terms and restrictions involved. Some consumers may experience adverse skin reaction after using a product, yet many online stores require products to be unopened and unused in order to be eligible for a return. However, in the event that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 ingredients and suitable skin types have been provided on the e-store, it may give rise to disputes if the trader refuse to return or refund the products. The Council remind consumers that the refund and return policy vary across online stores. With some being more stringent, consumers should carefully review the relevant terms before deciding to purchase from the particular online store. Online stores should also review their listed product information, as well as evaluate whether their terms or period for product returns refunds are reasonable, for boosting consumers' confidence in e-shopping for skin care products. Consumers should also remain rational when shopping online and locked to be led by the various promotional offers into impulse buying. The third article is about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As a result of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nd die-in restrictions, consumers have been dying out less and resulting in an upsurge in demand for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However, the Council found that the campaigns involving the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have been on the rise in recent years, with 522 campaigns received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22, an increase of over 30% when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The Council found that, apart from old issues such as wrong and delayed delivery, some recently introduced monthly subscription plans or membership schemes had also caused new disputes, becoming a cause of concern. For instance, some platforms offer monthly subscription plans with various discounts, but the discounted selling price wa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die-in price. Another consumer was still charged a monthly fee on their credit card amount, despite having deleted the ordering app that claimed to have provided a free trial within the welcome offer period. The Council stressed that 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a food delivery platform to offer various concessions, membership schemes to capture the market share. However, their sales practice may be misleading and may even convey consumers an impression that they have been deceived. Not only would this lead to dispute with consumers, but they also damag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latform, causing unanticipated laws. The Council urged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to strengthen price transparency and set out various charges, related terms, conditions clearly, so that our consumers can make informed choices to engage confidence towards their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consumers should not be tempted by various commotion offers on the platform to impetuously register on the account or purchase services. Instead, they should carefully compare the pricing listed on the platforms and the difference with die-in pricing restriction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ffer and whether there are hidden charges or details so as to safeguard their consumer rights. So in the article, we have three cases in details. And the consumer reminds that consumers, although food delivery platforms and services are convenient, consumers should remain rational when using the apps and avoid over-relying on them as their daily habit. They should make more comparison and with the detail of the charges and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carefully before committing to any monthly subscription plans. Our last article is about care-food. The general perception of a healthy old age is to be well housed, well clothed and well fit. Nevertheless, some senior citizens suffer from dysphagia due to disease such as stroke, head and neck cancers, Parkinson's disease, cognitive impairment, making it easy for the food to enter the trachea by mistake by eating. To avoid choking, senior citizens might become picky, limiting their variety of food choice as well as reducing their portion size, frequency of eating resulting in weight loss, dehydration, malnutrition and other health problems. In order to cater for the dietary needs of the dysphagia patients and to help them regain their appetite, caregiver can purchase pre-packaged or prepare special food meals using thickness or other texture-modifying agents. This kind of special meal is collectively known as care-food, which include pairing food, likely known as soft meals. However, the Consumer Council found that some pre-packaged care foods sold in Hong Kong were not universally categori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8 lev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Dysphagia Diet Standardisation Initiative, whereas some only indicate the categorisation level based on the country of origin, and were broadly categorised as a meal according to the forms of food. As consumer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whether the food is appropriate for patients, manufacturers are advised to improve the disclosure promptly.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reminds consumers, when choosing the types of thickness, they should seek advice from speech therapists instead of buying a price alone, in order to make appropriate care for patients. With the ageing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welling disorder in Hong Kong continue to rise, consumption of an appropriate food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such food and drinks entering the respiratory tract, which could result in choking and aspiration pneumonia. In severe cases, it could even lead to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death. In the past, the thickness of food, care of food, lack in the universal standard. Such foods were simply categorised as a means of pairing foods, meals, slightly mildly, extremely thick drinks. In 2017, the ECI pu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ised 8-level framework to provide definitions for food texture and drink thickness. Ranging from level 0 fin, which describes the drinks through light water, to 7, which describes regular daily food. Caregivers may refer to simple ECI testing methods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foods and drinks and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patient to consume. The Speech Therapy Department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s also adopted the ECI framework since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1. It has taught caregivers to provide patients with food of appropriate texture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so as to improve their health. Nevertheless, in response to demand in recent years, a diverse range of care food has emerged on the market, such as a ready-to-eat dessert and pre-thinkant drink, as well as pre-packaged thinking main dishes that only require reheating before eating. Some service providers even provide meal ordering or catering services to ease the burden of caregivers. However, the Council is concerned that some of the labelling of these pre-packaged care food products do not comply with the ECI framework, as some imported glands have only been labelled with the care food scatterisation used in their country of origins. Consumers remind to seek professional advice from speech therapists before purchasing pre-packaged care food and to read and compare nutrition labels and ingredients since ensuring an adequate nutrition intake for patients should take priority ov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food. Caregivers may cook and prepare appropriate care food for the patients. After assessment, if the patient is determined as suitable for if they see levels 1 to 4, pre-week chewing, not required thinner, sippable care food, the speech therapist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dding thickener to drink or liquid foods to increase their thickeners. Thickeners commonly found in Hong Kong are classified modified starch-based and gum-based. Apart from the price and usage, consumers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the modified starch-based thickener are hyperhydrate. If diabetes consumes a large volume of drinks containing thickener in one sitting, their sugar level may become unsuitable.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sumers across several servings. Although many thickeners on the market adopt the IPC framework for their recommended usual amount, food of different types and temperatures, they show a disparate thickening effect upon mixing with thickeners from different brands. As such, when preparing a certain type of food for the first time, trying out a new br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IPC testing method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ood meet relevant requirements. The council stresse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the care of food that is being prepared, the thickness of the food should be assess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IPC testing methods, using syringe, forks, and spoon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atients. When preparing food for any texture and thickn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balancing nutrition, serving size, and vegetality, as adjusting the thickness of food will change its nutrition content. Caregivers will consult dietitians on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ingredient preparation methods. The council reminds consumer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be aware of the frequent cocking, choking, during eating, or if the patient requires swallowing for several times before completing ingesting the method, and could also change during the refrigeration in dysphagia conditions. Therefore, a speech therapist should firstly be consulted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and arrange a suitable treatment plan for an special diet. Dartisan also recommends patients may aim to eat smaller, more frequent meals based on their needs and eating pace. It is advised to break down the daily consumption into small, several meals to avoid stress and help maintai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at's all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is morning. Thank you, Lui醫生. Next is the topic of the topic. First, we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e food. The first is TBB question. One more question about the health care system. The nature of service is affected by the food. As it is, we need to look at the health care system on the food system. From the food service, we need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food system. There is no need to be a resistant ingredient about food. 因为不论在2017年我们的测试 或者今次有关于食油的测试 都明显地看到有害国污染物 六严二顺 即是三因CPD 也试到基因治癌物 也试到素化剂 不过一个好消息就是说 如果相对比起2017年来说 超出这些欧盟的标准 又或者香港的行动标准的样本的数量 就是比以前少了 所以我觉得在食油的安全方面 大家都知道了 《开门七件事》 《蚕蚜油严状涨操茶》 油排第三是非常之重要的 亦仍然看到它的安全性 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改善 如果我们数不同种类 我们会看到在50款的食油里面 有47款就有一种或以上的污染物 而如果有三种或以上的话 就有20款 而完全找不到这些污染物的话 就只有三款 即是说有几个意思的 第一就是是否完全做不到 不是 其实在生产过程里面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做到的 第二就是消费者当你去选择的时候 当然尽可能选择一些污染物 是比较少一点的样本 特别是这个基因治癌物那方面 其实是没有一个建议的摄入量 或者是一个容忍的上限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都是需要留意的 对业佩来说很明显 就是今次我们看到 有一些超过了标准的那些型号 要特别是需要留意的 还有是有一些营养标签那方面 仍然都是出错 在食安中心里面的行动里面 亦都看到是有两个样本 都是出现了问题的 所以我想在种种不同的情况下 是有关于食油 都还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和的空间那里去改善 希望亦都是再进一步加强执法 希望在食油安全那里 可以在我们下一次的测试里面 可以有所提升 第二条问题是什么 发现的所有有害物质 对于消费者 会造成一些什么健康的影响 或者风险呢 逐个说 今次发现有这个有害污染物 这个3NCPD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当我们可以说 叫做3NCPDE 一些化学物质 和这个缩水的金油脂 当它们是水解 即是吃了入口 然后水解了的时候 就会产生3NCPDE 和这个还养丙唇 英文就是Glyceridol 而这个3NCPDE 这个有害的污染物 其实对身体有影响呢 就是在这个动物的实验 的证实里面 就是有机会是损害这个肾脏功能 中枢神经的系统 以及影响红性的生殖系统 如果基因致癌物 就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基因的致癌物 所以在动物的测试里面 都会令到动物去致癌 另外一款我们驗到的本比A比 Benzine A Plurine 都是这个基因致癌物 而最后就是内分泌的干扰物质 就是说我们的素化剂 亦都会影响了 这个实验动物生殖系统的发育 当然我们都会看到 除了基因致癌物 没有一个涉入的建议的上限 因为它越少越好 大家不要吸入那么多 而这个有害污染物 3NCPD 和这个内分泌干扰物 都是有建议 譬如说欧洲食物安全局 都是有它们最高涉入的容忍度 可以说容忍量 所以我们看完之后 都是如果一般食用来说 问题都不会是那么大的 但当然如果你的饮食习惯 是习惯吃很多很油利的食物 亦都是相对来说 是没有那么健康 大家就需要留意了 因为无论如何 从污染物方面 和营养值那方面 就是脂肪酸的含量 不论很坏脂肪酸 如果它坏的脂肪酸 是比较多 但你有习惯吃很多很油利的东西 自然就对你的健康 就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的 谢谢 其实 similar questions were asked by the SEMP 所以我会再次回答 我会再次回答 What are the harmful effects of genotoxic carcinogen benzoyl-A, pyrene, and glycidol? By the name itself it's genotoxic carcinogens so for glycidol and also benzoyl-A, pyrene 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there's no recommended tolerant level the advice actually the less you absorb the better it is for your health so it is a genotoxic carcinogenic according to the animal test it could cause cancer so everyone has to be mindful about this pollutants 有关这两种致癌物 还养饼醇和本病A比 经济日报也有问到 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 食用多少这些食油 和相关的 就是检出有这些致癌物的食油 每天吃多少 就会有一个致癌的风险 其实没有一个建议涉入的容忍量 因为根据欧洲 安全局 又或者是全球很多不同的 国际的组织 因为它是一个基因的致癌物 通过这个动物的实验 都是看到它们会致癌的话 其实是吃得越少越好 越涉入得越少 对你的健康越好 所以就没有一个容忍值 是可以提供到的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不论是还养饼醇 又或者是本病A比 也是提到 有这个基因致癌物的 当然它们的含量 因为它们的制造过程中 可能都会有一个容忍值 但是如果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一句 越少涉入就越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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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吃多了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椰子油 我们也特别有看过椰子油的情况 坊间有些叫做MCT的椰子油 就是中年三酸金油脂 其实也有认识 也有认识施协会指出 其实这些MCT的椰子油 有机会比较容易饱吐 可能对体重管理可能有帮助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 其实对好处来说 其实也是有疑问 至于是否对身体健康一些 其实我们也留意到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椰子油来说 其实在美国心脏协会 在2017年发表过一篇文章 基于七个有对照组的临床测试研究 进行系统性的评估回顾 结果就显示 其实椰子油总体来说 会提高有害的坏胆固醇 即是LDL的水平 建议人们避免使用椰子油 以及建议限制所有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以免增加患心血管病的风险 东方日报的问题 食安中心就说 食安中心就说 所有样本在正常情况下食用 就不会影响健康 而且是符合法例的 消卫会怎样看呢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 还是其实消卫会觉得 应该要订立一些相关的法例要求呢 我想从一个消费者保障的角度来看 在一些我们经常接触的食物里面 我们不时都会作出一个检测 而在食油这一方面 我们这次就会看到 有这个有害污染物 内分鼻肝要物质 和基因致癌物 而这个有害污染物 和内分鼻肝要物质 我们都会看到 就是因为有一个行动水平 或者是一个容忍上限 或者是一个涉入的 上限的容忍度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应该问题不大 但我们觉得值得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基因致癌物的问题 因为我们都会看到 就是有29款 就是说有6成 是验到这个基因致癌 就是还养饼醇 是有机会令到实验动物质癌 还有也有两款 就是验到这个本鼻饼 而更加有一款 就是含量超出了欧盟的标准 而是不论有害污染物 和内分鼻干扰物 也有一款样本 是超出了食肝中心的行动水平 虽然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不是食用很多油 是健康饮食的话 安全的影响就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摄入油 和比较喜欢吃油的食物 加上有样本 是有这个基因致癌物的话 那我就觉得在食物的安全方面 就算是符合法律的要求 或者是未有监管也好 都是消费者是绝对需要留意的 因为我们的消费会 一个很重要的职能 就是提供一些重要的资讯 去给消费者 去作出他们自己资程的决定 既然食油是经常用的食品的话 那我们尽量去提供多些资讯给消费者 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 究竟我买哪款 我怎样去选择污染物方面 我那个承受程度 又或者刚才我都说到 有些只有一种 有些就是三种或以上 所以有三款也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是怎样去选择呢 其实都是尽量去提供资讯 去给消费者去选择 还有我想也有很多人 譬如一些长鼻病患的人士 他们对食油方面 更加需要专注去选择 譬如说在今次我们的测试里面 也会看到有不同的好坏脂肪酸 究竟他们的比例是怎样呢 在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都希望尽量提供给消费者 希望大家会明白我们的原因 如何会这样做 还有每几年我们都会做一次 食油的测试 希望监察着不同食油 他们的安全程度 去提供多些资讯给消费者 如果我们比较2017年 和我们今次的测试 其实都会看到安全测试结果 素化剂其实上次测试60款 今次测试50款 但是大约有七成的样本 是验出到这个素化剂 而好消息就是上次验到 有五款超出了行动水平 今次只有一款 但是上次也都验到 这个还养丙唇 和这个绿丙二唇 今次也都是验到 比例上 大家都是差不多 上一次就是验到七成的样本 有3mcpd 今次有六成 幻养丙唇 就是这个基因致癌物 上次有七成七 今次就58% 其实都是 告诉我们 仍然还有很多空间改善 所以消费会 都会继续做这个监察 TVB就是问到 整体来说 市民买油应该如何选择 是需要留意一些什么营养成分 还是要留意一下制造方式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健康 或者少一些污染物的食油 我想 第一个事就是 如果你买油来说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脂肪 脂肪的分析来说 跟世卫一样 世卫建议是 买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而少饱和脂肪酸 和少反式脂肪酸 但总体来说 因为除了考虑脂肪酸的影响之外 都要考虑自己的需要 因为如果吃过多的油 都会令到体重有机会增加 而且我们也分享过 不同的油 有不同的烟调 例如有烟点的问题 如果你是高温烟调的 就会用高烟点的 用低温烟调的 就会用低烟点的 比较低温烟调的煮法 例如做沙律 所以看下你的用途 我们也建议你试下 用不同的油 来有更均衡的配搭 飲食和营养的吸收 大家如果参考我们 今期的选择月刊 其实我们有一版 是非常有用的资讯 就是我们会看到 食油的小常识 就是如果根据 中国居民善食指南内 是不同年龄层 如果根据他们的大油 比如说运动量 他们的体重 又或者能量的需要等等 都是会有一些建议 就是究竟他们每天 应该是涉入多少食油 另外就是今次我们也检测到 不论好坏脂肪酸 其实真的不同品种的油 不同种类 其实他们的含量 都会挺不同的 所以很值得大家去参考 究竟自己家里想吃什么油 还有不时转油 可能对你来说 都是会有一个好处 A similar question from the RTHK English Channel The question is Are there any advices for the consumers when they select cooking oils in supermarkets? So I think when you select the cooking oil there's many considerations for example your cooking method your concern about the lipid level the cholesterol level taking if you consider the effect on your cholesterol level or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of course you will choose those with we call it good fatty acid I mean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with a higher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 lower saturated fatty acid lower trans fat content however you need to choose also the cooking method but also affect your choice because if you have a high temperature cooking of course you will choose with higher smoke points of the oils and for some oils more such as the extra virgin oil maybe better for some low temperature cooking like preparing the salad so it depends on the cooking method aswell And just final remark is of course consumers can make reference through a report to understand the pollutant contents of different cooking oil being tested because if you are just solely rely on your nutrition label or through your eye check that's impossible to detect so that could only be detected through test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is is very useful information for you as well in selecting your cooking oil at home 接著下來我們是到護膚品網店市場的市場調查 商台和情報都有問到 網店出售的護膚品投訴近年是否有所增加 但主要涉及甚麼原因是甚麼呢 很明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是要網購多了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 如果是在護膚品網購那方面的投訴 在2021年是277宗 我們看看疫情過去幾年 由2019年113宗 去到2021年277宗 去到我們上半年6個月 已經有205宗了 明顯地看到疫情關係 很多人都喜歡網購 而我們看回我們的投訴內容 都會看到很多問題 都是原始至 就是送貨的言誤問題 76宗佔了三四成 另外特別要值得關注的 就是懷疑假貨、過期貨、不安全的產品 又或者是錯誤的型號 這些種種都佔了四十多宗 所以在這裡我們都覺得 大家在網上買護膚品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純粹看一看 價錢便宜然後就買了 因為裡面其實牽涉了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包括究竟那個產品是否適合你的膚質 究竟它那個成份裡面 有沒有一些成份是不適合你 又或者就是 或者是致敏的情況 還有究竟它的使用方法 有效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這次收到不少投訴 過期產品有11宗 都是說原來來到那時候 那件貨都已經過期 又或者是跟它以前買的那些 產品裡面的質地、氣味都很不同 甚至有些產品 就是它們用完之後 就已經出現了敏感 又或者是發紅 影響了皮膚的問題 那個情況 所以大家 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做這個研究 正正針對消費者買護膚品的時候 應該要有那個資訊 讓他們可以作出一個知情的選擇 這個上升是否跟疫情有關 會不會有其他的因素 需不需要立法規管 其實就在這個網店那方面 去買這個護膚品 其實都是受現在香港法例的規管 但是現在香港就是未有法例 當然那個產品自己本身的安全 就是受這個消費品安全條例去規管 但是因為過往我們做過很多不同的護膚品的測試 都是會看到就是現在是未有法例 就是規管這個供應商在產品包裝清楚 練名詳細的成份 就是說我們香港是未有一個特定的法例 就是講這個護膚品它的成份 那個標示的要求 但是如果當我們看回海外的做法 包括內地、歐盟、英國、美國、歐洲等等 都是有標示產品詳細成份的要求 所以我們會看到在這一方面 是絕對有空間去改善的 我們也都希望就是 我們一定要與時並進 就是要看回這些法例可不可以引入在香港 是為消費者用護膚品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的保障 我們也都會看到 就是歐盟正正現在都在研究 在這些個人護理的用品的網店 直接說網店上面 就是所列的成份的資料 都是有所規管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產品 但是消費者又沒有機會去看到那個真實的產品 但是在網上又貪方便又或者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去網購 其實在資訊披露方面更加重要 所以如果在不同的地方都已經有相關要求的時候 究竟我們是否需要再立法呢 我們覺得絕對是有空間和有這個需要去探討 接下來是到外賣平台的相關問題 首先是商台的問題 關於個案一 你剛才說過在平台上購買 就比在唐食貴 那麼這個個案裡的優惠 是否算是一個誤導呢 有沒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呢 其實這個個案 從一個市場的角度來看 以及從一個定價的角度來看 未必是有觸犯任何一個法例 因為等於大家 如果大家記得去某一些主題公園 又或者去某一些地方去吃快餐 又或者去吃某一些餐廳的話 定價可以是跟他們的門市 平時的店舖都會有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未必觸犯任何的法例 但是其實在營商的手法方面 我們覺得 就可能絕對有空間去改善 以及真的出現了一些問題 因為原因就是 消費者的期望的問題就走出來了 因為當你在網站上面 去說原本是多少錢 然後也有一個很好的優惠價錢 去再賣 然後竟然消費者發現 去到堂食的時候 原來價格都是一模一樣的 即是沒有折 很簡單一句 所以很容易會令消費者 有誤導的感覺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儘管可能 食肆 當你去透過這些 訂餐平台 外賣平台 去做生意的時候 你是要給一些 我們叫做比勇的 又或者你有另外一些支出 你可能是陽目出在陽身上 是加起來的 但是都應該要留意 對消費者的期望 那個問題 當消費者來到你的店舖 去拿餐的時候 發現原來我堂食 都是一模一樣的價錢 你根本就不是優惠的話 其實感覺是非常不良好 覺得好像被人騙了 另外一方面 有一點也要提提食肆 在商品說明條例底下 若果你其實是標示了一個大額的折扣 但是若果你實際上 從未以那個聲稱的原價 售賣那個食物的話 可能在這個情況底下 就有機會涉及這個商品說明的問題 所以當大家定價的時候 都真的要問清楚你法律上的責任 以及究竟如何去做一個合理的 對你的客人的期望 那個管理方面 不要令他們有這個誤導的感覺 就著這個個案 TVB再問得深入一點 就想問一下 究竟涉事的平台 會不會有更多的責任 消委會除了呼籲之外 會不會提出一些更加具體的措施 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國案一 國案一,沒錯 即是這個唐食 貴過唐食這個case OK to repeat the answer in English in actual fact when the restaurant to determine the price to set the price for the same food at different selling channel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o so so on this basis it may not constitute an offense to any regul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council perspective from a consumer protection perspective there may be trade practices issue involved reasons being is the whole concept about expectation management if you are trying to market it at different platforms different selling channels you set different price when the consumer engaged into a highly discounted price which they found you know they could enjoy and have the privilege but turn out it is just a normal price at the restaurant when they come to your place for the takeaway that may that may upset them a lot because they may think you know but they have been deceived by you in engaging into the promotional offer so although we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when a restaurant engaged into this kind of take away platforms to sell your food that may incur a certain commissions or cost to you that you want to charge it back into the overall cost you still have to be mindful about um the expectation of consumers as well the feeling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are your customers at the end and another thing you know that we have to remind the restaurants is about the trade description ordinance you can set different price yourself but if you the price you know that you set at a very high discount you in actual fact you haven't price the food at that price at all ever that may constitute an offence to the trade description ordinance so this is one area tha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nd also when you set the price in for selling in different platforms you really have to understand your legal obligation as well to consumers and also the feeling of consumers when they see different price and when they engage into your promotional offer but turn out it's not real offer they may be really upset so these are the two areas that we have to remind restaurant 關於月費計劃的個案 如果停用平台的月費計劃 在申請停用 或者刪除應用程式的時候 消費者需要留意些什麼呢 其實呢 當消費者 在這些平台上 他們參與了這個免費試用計劃 當你按了一個按鈕 是說我參與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跟那個平台成立了一個合約的協議 就是他們是參與了這個計劃裡面 所以呢 就當他去取消的時候 都是要根據那個平台那個的 免費試用計劃裡面那個條款 去作回相關的取消 那譬如說 他們就說 譬如說要試用之後 要自動被按月費 以及在14日冷靜期之內 才可以取消那個會值這些條款 那當然了 消費者如果是真的完全是 不清楚知道有這些條款的話 理論上呢 他就可以按這個不合情理 合約條例 即是uncontrable contract ordinance 去追逃 但是呢 其實那些銀碼這麼小的話 當你考慮到那個時間 和那個法律的費用 根本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呢 就是消費者在這一方面 就真的要自己是非常之小心了 任何的東西 沒有說免費的午餐的 就永遠都是有所隱藏的條款 所以就應該自己要看真點 然後才決定 參與參加這些免費試用計劃 而我們也覺得平台也有責任 因為平台就算你有這些條款也好 但如果你真的隱藏得很厲害的話 根本很多人都看不到 其實對消費者也是造成一個不公的 所以在這個營商手法方面 我們覺得也是絕對有空間的改善 就是大家明明實假 如果你真的免費試用的話 但之後取消是怎樣 就應該要清清楚楚 去告訴消費者 而且最好就是按同意的按鈕之前 就告訴他 讓他知道原來之後 我會收這個月費的話 他才想清楚去參與這個免費計劃 甚至就算他也是想試一下去參與 之後他都會記得究竟自己喜不喜歡 然後採取適當的行動 自己去取消 如果他到時決定不再繼續去這個會籍的話 ác先生名字給《LTHK Genau語》 我完全想索社會 我對公粉 公立有空間網賞 莫斯加新娩 到旁方的default FoodFactory platform in order to enjoy the delivery service but I was trying for just two days to find it unsuitable and then delete the apps. The companion said that he never received any email or SMS from the company and informing him about the membership until he checked his credit card statement to find out that the platform had been charging him a monthly subscription fee for eight months amounting to around $800 in total. The companion opinion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company B was inappropriate as they have hidden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onthly subscription charge withi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thout reminding or clearly seeking the consent of consumers opinning the consumer would be inadvertently charged upon oversight. The companion lots of campaign to the council so after the council conciliation the company B eventually offered refund the subscription fee for one month and the companion accepted the offer.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consumer must take note read carefully abou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the monthly subscription. 91400. 915. 918. 或者我之前已经是一早订定 然后请你第二天几点钟送 但谁知道随时迟你两个钟或者三个钟 在这些情况下 究竟消费者有没有一个权利去取消这个订餐 又或者当那些食物来到那时已经摔了 散了又冻了 已经是差不多不能吃得要丢的时候 究竟平台或者是食肆有没有责任呢 我也想在这里去交代一下 大家应该会知道 其实不论食肆或是平台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法例去监管他们的 譬如货品销售条例 服务提供隐含条例 又或者商品算命条例等等 都是在不同的范畴里面去监管了这些平台和食肆 但是说到这个取消订单的问题 其实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件事 因为究竟有没有权在等候很久之后去取消订单 其实真的很视乎 是你和平台的合约条款去弥定的 如果没有一个相关的条款的时候 理论上 在法律上 可以按货品售卖的条例 或者服务提供隐含条款的条例 去看看究竟卖方 是否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去送货 或者作出一个送货的服务 如果不是的话 卖方可以视为一个违约的 就是说如果他辞得太离谱的时候 可能是视为一个合约的 不过里面也有说到 怎样为之一个合理的时间 都是要很视乎很多因素的 譬如说 究竟是单的数量 订单人数 成物的旅别 运送的距离 天气 交通 这些真是很 去到官面前 真的要好看这些客观的因素下 去决定究竟是否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里面去送货 所以大家真的当你去订这些餐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这些情况 而你自己究竟有没有这个权益 就未必一定有 因为就很视乎你们的合约的条款 问题 但因为如果是没有的话 就是受其他这些条例去监管 但大家都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预计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平台上面 都有说到一个叫预计时间 但当这个预计时间的时候 就未必是构成一个送餐时间的承诺 也都不可以被过度判断成为是否合理 因为可能你说前五分钟已经是迟了的话 那未必是成为一个合理的 所以究竟是否可以构成一个违约 又或者去拒绝接收的成物 或者要求退款 又真的就未必一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一方面 最后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都提到 就是如果是那个送餐 来到已经是超债市 究竟那个食物安全的问题是怎样 责任谁属呢 其实一般来说 平台的责任 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时间去送来 但刚才也有说到 都是挺复杂的 是受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 但是 如果是一个根据正常的情况下 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是坏了的话 亦都是不合理的超时 平台理论上 都是有一个责任去负责的 所以如果平台我们看到很多个案 又说不关我事 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会退款的话 其实平台自己都要检视自己 本身法律上的责任 在你的客户服务方面 去作出相关的改善 最后一点要提点的就是 在这些平台上 不论是食肆也好 或者是平台 现在除了订食物之外 都还有可能一些冷冻的肉 又或者是一些冰冻的甜品 而这些食品 都是有特定的法例 就是去规管 限制 这些是叫限制出售的食物 所以都是需要拿到一个许可证的 那些平台或者是食肆 当你卖这些食物的时候 是受监管食物业规例去监管的食物 那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没有牌去买的话 可能也会触犯这个法例 大家都是要留意的 Regarding the case on monthly subscription fee which is case 2 The RTHK English News Channel would like to ask what the platform providers should do in order to improve transparency in this area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although once the consumer press the button of subscribing to your trial monthly subscription or confirmed to be subscrib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he fact that you have to make them know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really clear before they press the button of confirming thus if it is too hidden i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under very fine print on your website that may not that desirable from a trade practices point of view so we think the platform should improve in terms of present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very clearly before the consumer confirmed to subscribe and also another area is the language it is much better to be bilingual instead of English only so that would definitely will protect consumer better if you present y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clearer okei 問問一下近年的相關外賣平台的投訴 數字是否有上升 其中關於匯值的投訴 的趨勢又是怎樣的呢 如果说外卖平台的投诉 当然很明显有上升 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疫情有关系 大家都要居家抗疫的话 自然要医图的时候 都是要用这些外卖平台的服务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投诉数字 由2019年简直线上升 2019年的时候是115宗 到2020年的时候是430宗 2021年是772宗 而初这6个月我们已经去到522宗 里面占了一半的投诉 都是说送货而误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投诉 就是说价格收费的增压有116宗 送货而误有235宗 即是说这两者加起来 就已经是350宗左右 是占了6、7成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当这个外卖平台的生意 是越来越蓬勃的时候 消费者都应该要知道 一些问题所在 以及如何去保障自己 而这篇文章正正是 为这个目的而写出来 让大家知道 TVB的新闻 回值投诉的数字 都是有所上升的 如果2019年只有13宗 去到2021年就77宗 去到今年头6个月 已经是近乎贴着去年全年的数字 头6个月已经有72宗了 再商言商我们都会明白 因为透过竞争 有很多不同的外卖平台 都希望固定客户 透过这些会值 希望令到消费者觉得 可以多一些好处 那我就入会了 但是如果里面出现了争讨 或者一些条款的问题 或者取消时很难取消 这些问题出现了的话 就会引起很多争讨 TVB想跟进刚才一条问题 就是问到 关于个案一 即是说外卖的时候 比糖吃贵的这个案件 涉事的平台 会不会有更多责任呢? 涉事的平台 即是外卖平台的责任大一点 还是餐厅的责任大一点? 这个真的有点审死观 因为究竟定价是这个外卖平台 定不定是这个食肆去定呢? 因为我们没有去深究到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问我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两个都有责任的 原因就是 第一 就是食肆 如果你因为在这些外卖平台销售的时候 你要给一个费用 你加上去给一个消费者的话 你某程度上 你应该都要真真正正是一个好的优惠 或者是 都不要说 等消费者去到你的店铺的时候 原来根本是原价 尽管在法例上 未必触犯到任何法例 但是真的 对消费者的观感上 真的很差 因为我以为是有折 原来出来是没有折 根本就是原价的话 那你不如再给更多资讯的消费者 在平台上的价钱就是这样的价 你去到我的店铺 直接堂食的话 就是哪一个价钱 那消费者在不同价钱的透明度 完全是掌握了的话 他就会决定 究竟我情愿搭车去你的店铺去堂食算了 还是我去外卖 或者是直接送去我家 所以这些资讯 是应该要进一步去提供给消费者的 而网上那个 外卖平台你说有没有责任呢 也有这个责任的 因为原因就是当你去标识的价钱的时候 你去提供一个优惠 可能是大家一个协作的模式 那你都希望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优惠给消费者 那不要去到 那个程度就是 原来都是没有折的话 那其实消费者失望 不仅是失望的餐厅 可能失败了网上这个外卖平台 所以对大家的商业都是不好的 那希望 正如刚才所说 我希望透明度是会改善 而且当你去定价的时候 那些优惠是一个真正的优惠 原来不是一个真正的优惠 答问的环节是最后一条的 是关于照护食的 那在制作照护食去照顾 吞烟困难的患者方面 消费会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安全的饮食小提示 我想如果照护食的第一件事 就找适当的专业人士去帮他做评估 以及建议他如何吃 因为每个人的病情都不同 所以最重要是找适当的专业人士 譬如医生检查有没有问题 那言语治疗师给一些评估 以及建议的比较高的照护食 另外营养师都能够帮到手 譬如营养方面如何处理 均衡饮食等 其实要跟随着每个人的病情去做一个决定 而且照顾者也要留意 如果自己去煮给照顾食的时候 今天我们也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根据IPSI的 framework 即这个八级键 其实它可以自己测试到 当然也要跟随食物的指示 食品的指示去做 做完之后 其实自己测试是否那个级数 给照顾者吃就会比较稳妥 那也要留意病情的转变 当然 好 今天的答案环节到这里 但今天的发布会未完结 因为总干事 阿基里有些事情跟大家说 好 大家都知道 7月香港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就是书展 而消委会在书展那里也有一个大优惠 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 是庆祝回归25周年 所以在我们的书展那里 如果大家是跟我们这个攻略去玩的话 其实就是最高可以拿到九份的不同的 可以说是叫做奖品 和一些叫礼品 大家会看到 当然有新 也有一些是长青 大家是很受欢迎的 譬如说是我们的收纳袋 我们一些很有型很漂亮的保暖杯 保暖壶 也是一些杯碟 以及一些环保的餐具等等 全部都是和大家的日常生活 是非常之有关系的 所以 怎样可以最高拿到九份礼物呢 大家真的可以登入我们这个 选择月刊的QR Code 就知道那个秘技 那个攻略是应该怎样去做法 另外 就是如果说 咦? 我不订选择月刊 那我都可不可以有些游戏玩一下 可以拿到一些礼品 其实都是有的 只要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追踪我们的Facebook里面的游戏 都会拿到不同的时尚的礼品 譬如说关注我们的微信 我们就会送我们的结枯根给大家 另外参与我们的Facebook 那个专业的游戏呢 都可以拿到一些胶桌的胶子 又或者一些很实用的放大镜 而最后方便大家付钱呢 其实今次去到选择月刊的订阅那方面 我们也有新游了 就是有这个网上在手机那里 大家都可以很简单去填一张方便 就可以订阅到 以及付钱呢 我们今次就加上一数已经搞定了 就是这个八特通和这个Payme 希望也可以令到选择月刊订阅的时候 是越来越方便 最后不如现场示范一下 我们今次同事很有心机去做的一些新的礼物 就是这个储物盒 而这个储物盒 我们过往出过一次之后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尺寸又不是很大 但是是非常实用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储物盒 我们这些同事都说过文青的感觉是很强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实用 和很实正的背囊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简单的设计 以及呼应我们今次的口号 就是运动去健康 就是说大家多些运动的话 其实就会健康一些 而这个袋也是非常实际 所以大家可以背包 又可以背包 又可以背包 就像背囊一样 就带不同的用品去做运动 希望大家都喜欢 以及来书展订阅我们这个选择月刊 谢谢Gilly 书展是7月20日至26日举行 Gilly应该都会在书展出现的吧 是 今次我是会做这个讲故事的 在21号 21号的时候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各位读者 来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发布会 就告一段落了 多谢各位参加 好 书展见 再见